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今天我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 肯定对你是有帮助的 我之前一直用4G信号的手机 乘坐金山铁路小火车 手机4G信号的不是太稳定 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 说因为动车在高速行驶中 信号它不断的一个一个高速切换 就会造成信号的不连续 不过最近我开始用5G的手机 同样乘坐小火车 我发现这个问题奇迹般的没有了 我在回金山的动车上面 还开了一个视频会议 一路上面5G信号一直很好 视频会议从没有断开过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资料 说5G信号对于高速移动的使用场景 有更好的支持 最高可以支持500公里每小时的 一个移动的一个速度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5G的信号在动车上面会更好 你觉得是这个原因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或者干脆去买个新的5G手机 试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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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